過去半年環球資產市場難玩 股票都倒下來 虛擬貨幣跌得更誇張 有些被人形容為 好像另一個雷曼翻版 有些說好像當年2000年科網股爆破 究竟這個風暴何時結束呢 所以待會找你 透過不同的方法幫我們摸一摸 來後來趨勢 究竟長渣和短刷投資者應該怎樣部署